在塞港的福建青年日前 除了提供新疆这种核心基林业主要的机会 其实在这里还有一个温暖的小口气 就在门口 这一份一份的多肉植物 又乘了一个牌子删到记买 就是有生生人数 便会提供的 所得也要关乎机构的 就有一个住西港的阿顺哥 有一天他就打电话来说 他想要捐赠多肉植物给我们 他自己很有兴趣栽种 那有一次我跟他聊天的过程 他跟我说其实他就是从外地搬来这边 然后他爸爸过世了 然后他来这边 他就很想要做一些回馈西港的事情 但是他也不知道可以去做什么事 然后他可能在我们的FB看到 协会帮助的对象 他觉得很有意义 然后他就觉得他自己也很喜欢多肉 他就说他会 就是不定期的会种一些多肉 然后摆在我们门口 专案经理就表示 这几年来 这位心病的因素 就会不定时偷偷来保馈西 暂时在电话中 问过的对方 为什么有这个省心呢 对方只是表示 想要用自己做的狗 跟一点的心意 来回馈社会 他就是想要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做捐款 他就是 大概从我们帮过来到现在 大概一两年有了 这个多肉植物的馈西 都做得非常好 小小的一份 刷是在门了 省心人的狗狗的心意 如果有面穿家意 就不让来 告关一下 南天新闻电话文 西港的蔡英伯导 好